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看 先点赞 就是一个好习惯 哈喽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的4点半 然后要去取一下 放在海里有三四天的螃蟹网 去取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货 希望能起到几只大龙虾 那就装了 跟着我的视频去看一下吧 现在下这个团上 然后准备出发了 现在开出鱼板了 今天的海面上还是有点烂的 一往起上来都是这种傻瓜蟹啊 就是这种傻瓜蟹啊 起上了兰花蟹 索子蟹有不少啊 现在太阳刚从海边面升起来啊 看一下 起上了至少几百斤这种傻瓜蟹 然后起上了兰花蟹跟索子蟹都会放到水桶那一样 今天的玩好多垃圾啊 什么龙虚菜都有 傻瓜蟹一张很多 每次都有几百斤这种傻瓜蟹啊 满满的异常螃蟹 什么散花蟹啊 红子蟹啊 这些不值钱的螃蟹都有啊 值钱的螃蟹放在这个水桶羊啊 起完网了 然后我们去放下网就可以回去了 现在是起完网了 然后准备把网放下去 放完网就可以回去了 很快的啊 到达舍定地铁啊 然后我们把网放下去 放完网就可以回去了 现在是回到渔港了 你看一下 这么多鸟在这里飞 好漂亮 这是一个风景 好多海鸟啊 站在床后面看一下 蓝花蟹啊 蓝花蟹啊 挺大的 现在开始绑螃蟹啊 这个蓝花蟹还挺大的 这只是缩子蟹啊 看一下 绑螃蟹的技巧还算是比较娴熟吧 没有用大麻绳绑啊 看一下 这里是一磅的螃蟹啊 还有另外一磅 准备再绑一下 成功上了 广东的天气太冷了 已经入冬了 看我冲了这么厚 特别是凌晨跟晚上 天气温差特别大 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暖啊 今天收获还可以啊 十几斤这个蓝花蟹 缩子蟹 还有两三斤这个东蟹 啊 等共卖了一千八百多啊 很多朋友不相信 蓝花蟹一斤有一百块钱了 我把单据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今天螃蟹的价格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水域不同啊 然后鱼货的价格也不同啊 所以你你们那边的东西价格便宜 或许我们这边价格都贵 你们那边的价格贵 我们这边就价格便宜 很难刷的这种东西 就像是大黄鱼啊 啊 浙江周三的大黄鱼 是我们这边的大黄鱼的三倍的价格啊 所以价格不一样 没办法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谢谢大家